观众朋友们过年好 刚才咱们前面节目说了 是吧 要给专门大家点评一期 所以咱们这个不能失言 这个新坑先给填上 以前还有好多坑没填呢 咱一点点来 这期视频呢 怎么说呢 咱们就是说 带有一定的主观倾向 这个不公正 为什么 因为我不喜欢江坤的向上 这首先是前提 所以您要是喜欢江坤向上 您最好就别听这期了 省得给您自己找不通呗 您就去听江坤的向上就好 没什么没什么不好的 咱们有人喜欢 允许不喜欢对不对 那喜欢的观众呢 咱们就继续说 首先呢 江坤这次一上台 说是我是捏着鼻子看下来的 因为什么 整场春文我都没看 我是专门网上 就说播完了 我第二天早起 我起床去搜 我现看的 他一上场我就愣了 为什么 因为江坤人家以前 那对吧 领带 背心 西装笔挺 穿的倒是跟北朝鲜政府官员一样 那是人家以前的行头啊 怎么这次江坤戴志成是吧 怎么穿一身马罐上来的呢 那您还别说 这马罐一穿 有点那么个意思 听他说什么 虽然是没有 我是没看见有桌子 听他说点啥吧 结果这一开口完了 一开口直接 大拉掉地上了 上来 那拜年 观众朋友们 你们好 给你拜年了 就我想起这个缝骨 观众朋友们 我想死你们了 当然我对这缝骨 没什么太多意见 我就说江坤 这个就跟咱们平时听的这种 就是说差点意思 因为相声这个斗大家乐 讲究的是发自内心的 去斗 为我们笑出来 你不能说我们不笑 你现在隔着我们 他这种拜年了 那你给我拜年 对吧 我给你鼓掌 这是常态 所以这种要掌声的方式 从相声的艺术角度来讲 本身就落于下乘 然后听他说吧 说啥呀 他叫快乐方言 什么都没有讲 就用各种方言 来讲拜年 来说些话 用这个方言来斗论 然后我的听完之后 我的全场 我的嘴角是这样的 微微下弯 不是故意的 微微下弯 为什么 没有让我上扬的这个动力 没有 整个这个节目 我就没有感到笑点在哪里 然后后来呢 我一边一边听 一边就看一些网友的评论 一些论坛上 一些聊天群 有网友就说了 说这俩货说这相声 那么十几年前 在这个深圳的曲艺杂谈里边 说的几乎一模一样 你一个相声演员 你只一个活 你吃一辈子 我的天哪 太可怕了 大家明白我意思吗 对不对 而且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我看完之后 我专门为了吐槽饭 我今天又看了一遍 我吃完饭了 我消化了 消化干净了 免得我吐出来之后 我又去看了一遍 这一遍我看完之后 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 它里边有一段活 用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说这个方言不好说 你得捣气 江坤这说 这个戴志成这边给他递腿 什么玩法 就是故意先说几个简单的 让你这边说 你学上来了 没问题 越说越长 越说越长 然后最后让你捣不上气来 以此增加一个笑点 这是相声里面最基本的一个玩法 而且最有意思的是 这个玩法是人家郭德纲 郭老师 人家玩烂了 而且是当年用来讽刺 他们这些主流相声演员 专用的 我给你学一段 学的不好 大家尽量 当时是怎么回事的 郭德纲 于谦俩俩人 站上说 说有些人 我们德学社靠卖票过活 有些人是靠赠票 送票过日子 然后这些艺术家 我艺术家俩星期了都 完了以后 到全国各地巡演去 指着一首歌过日子 就是到哪个城市 就说这个城市是他家乡 有没有印象 听没听过段子 很多朋友可能都听过 对不对 这说的是谁 其实你今天一对照 完美的对号了 这不是我们的对号入座吧 事实就是如此 当时老郭是这么说的 他说 你比如说到北京了 北京啊北京啊 我地故乡 那边天津 天津啊天津啊 我地故乡 然后于谦就给他说了几个城市 最后是不是北京天津吗 是吧 那边说哈尔滨 你看从俩字变仨字了 哈尔滨哈尔滨啊 我地故乡 那边又说几个 就唱了几遍 最后于谦说了一个 那布依诺斯爱丽丝呢 郭德纲这边 布依诺斯爱丽丝 我说不下去了 观众一笑 这是当年郭德纲玩烂的一个抱负 今天你江坤 你在春晚的舞台上 你用这种对吧 被你贬低的这个对手 然后的这个活 然后还不可乐 我说实在的 如果我是江坤 我真不好意思 用这种活来逗观众 我哪怕换一个 我哪怕换一个 好 那么然后呢 这个节目继续走 那么咱们坦白的说 相声讲究铺垫 也讲究热场 所以春晚呢 又不可能给他那么多时间 所以确实也仓促 这一点来说难度是有的 咱们有什么说 不能因为说不喜欢江坤 咱们就对吧 玩命黑 那也不对 江坤也好 郭德纲也好 在春晚上表演 都断练功力 就说你要讲究 你的热场的功力能力 那么他们这个仓促 既然坑活存在 那么他们怎么来最后 这个撤场呢 怎么来最后 这个作为结尾包袱呢 他们唱首歌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他唱了一首军港之夜 说实在军港之夜 我也没搜 我也不知道是谁唱的 反正听说 是搞不好得我爷爷那辈了吧 我不知道啊 搞不好得我爷爷那辈 但是他们听的歌 可能是那个年代的啊 我都没听说过对吧 军港之夜啊 唱了一首下边 观众还跟着拍手 我说这托儿你真真真真舍得下钱 说实在真难为这帮托儿了 这帮托儿的节奏可能都都不好拍 可能有人这前面领着啊拍 到我们镜头看不见地方啊拍拍拍 唱的说实在一般没有曲艺的韵味啊 也没有于谦唱这个摇滚啊那个那个那个镜头对吧 你你像是这个学是什么叫学唱 学唱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让观众有共鸣 对不对啊 你现在唱一首三十年前的歌 好家伙三四十年前的歌你这叫什么 为什么我说叫开相声历史的倒车 你在二千二零二二年唱个上个世纪的歌 你真有本事 说实在的作为学唱来说 德云社也没少 对吧 郭德康 咱们说从郭德康开始说 郭德康老师 人家对吧 叫小帆 最著名的 叫小帆 那个嗓音我是唱不上去了 我打死我也唱不上去 对吧 人家能唱 然后呢 于谦老师 唱摇滚 这叫什么 这叫跨界 也行 对吧 那于谦老师最著名的 学那谁 崔剑那个 一块红布 是吧 一块红布 遮住了双眼 我遮住了天 最好于谦在 左手拿盆酒 右手蹲根烟 绝了 对吧 我们都喜欢 那也算是跨界搞笑 都搞笑 咱们再往说 小辈 德康说 小辈 郭云鹏 张云雷 唱的一个什么 什么什么 那个蛇精 那个扭的 是吧 岳云鹏 啊 啊 五花 是吧 这都算创新 这是像是行业往前走 你江坤这叫什么呀 你们俩唱军广之夜 往后开道吃了 是这个道理吧 所以说 说这么多 你们要感兴趣 油管好像也有 有那个央视的油管频道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十几分钟啊 记得去之前先上好厕所啊 免得小便是尽 好吧 去感受一下 反正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江坤为什么把像是说成这样 因为他谁都没讽刺啊 按照我们上一期给大家聊过这个原理 我们把江坤这个像是分解 你会发现 他就是唯一的 有那么一扭扭 一捏捏 一咄咄 有点可笑的 是他那个表情 用表情来逗你乐 人是有这种 就是说传导性的 你有很多人说 我讲个笑话 哎呦 你这讲笑话笑话太冷了 但是你乐了 这个笑是本身有传染的 所以你看 这像是好像是有什么 自己不乐 让对方乐 这叫好像是演员 有的像是演员是什么 上台 捡了钱似的 这种像是演员不行 你靠的是笑本身的传导力 不是你自己的艺术功力水平 这种人不行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他应用了一些方言 我们知道 第一方上的方言 说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我不是很擅长方言 我学的也不像 我也就知道什么东北话呀 你瞅啥瞅你咋的 什么什么什么 一些地方话 学的不像 方言在不同地方人听来以后啊 似乎有那么点好笑 尤其有时候我们听南方人说话 尤其上海人说话 包括广东人说话 尤其广东 越南闽南语 粤语 这我听不懂的 但是你听他们说话 有时候特别好笑 跟吵架似的 也是一种风格 那么有一些吵架的那种声音啊 在某些场合听起来也挺好笑的 他唯一能利用的 是这个语言本身的特性 所带来的笑感 是他表情带来的笑感 他的艺术专业水平在哪里 他的艺术专业性在哪里 你自己的包袱呢 没有 这就麻烦了 对吧 他不敢讽刺 还记得我上期说到吗 相声的精髓在于讽刺 它是语言的一把利剑 他又拿在百姓的手里面 让百姓听完之后 发泄心中的郁闷 不满 百姓才高兴 才笑 才乐意 你江坤不敢讽刺 你不敢讽刺任何一个现象 因为任何的社会学的问题 探讨到最后 讽刺到最后 这根都是往上拐 因为社会是从上往下的 所有的改革 改革顺的 都是从上往下改 从下往上的改革 往往历史上那么多次 从下往上改革成功了几次 没有不说没有不成功的 有才成功了几次 概率太低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由上往下的 而他江坤现在本身就在上面 他总不能讽刺他自己吧 他舍不得呀 所以说他就谁都不敢讽刺 他谁都不敢讽刺 那你既然不敢讽刺 你自然也就不好笑 对不对 当初他那个什么虎口脱险 什么什么那些东西 还讽刺了一些当年文革时期 那些左派 当然那些文革那些时期 打倒死人帮嘛 他属于是痛打露水狗 本身他也没什么政治风险 那会儿他能火 现在他敢讽刺吗 只不认哪个词就被人抓住了 然后就是说 就就就就说影射谁谁谁 他在体制内呀 他不敢 而事实上呢 咱再说公道话啊 江坤他这谨慎对不对呢 是对的 因为这个相声 这个表演艺术 有的时候呢 别人会给你断章取义 给你截取 那你不说最近 我看网上就有一些人 拿郭德纲的一个视频来这个说事 说郭德纲是反贼 说实在的 这推特上好多 好不止一家 好多家 那有人发给我看了 但是说实在的 这种行为 我觉得挺不要脸的 为什么 因为咱们熟悉的观众朋友们都知道 这段相声是什么时候说的 郭德纲他把2005年说的 有人观众朋友就不知道 我给你学一会儿大概意思 那就是郭德纲指着于谦说 嘿 你看啊 国家没人了 这他脸长得跟包子似的 他还想当皇上 那么对吧 这是2005年的段子 他笑过于谦脸胖 长得这错样 还想当皇上 这是个包袱 是个笑料 谁他妈知道后面会出现 对吧 那么一位呢 对不对啊 所以现在很多人拿这个事 说郭德纲是反贼 我说你能卖脑子 对吧 你脑子有点问题 而且有些人传这个视频 他是真不知道是2005年的 你看他录那个像 郭德纲那个掌子 像于谦那个掌子 那会儿于谦还年轻的 你看那个样 你就知道这是以前的 你稍微一查就知道什么时候了 所以说江坤他这个谨慎 从做官的角度来说 也确实是对的 咱有什么说什么 虽然他像是不可乐 但他说的是对的 但问题就是 那你就别说不就完了 像是最重要的东西 是搞笑 你要不搞笑 那就太搞笑了 对不对 你不搞笑 你说什么像是呢 你改行就完了 所以中国现在就出现了 这种种种的 这种世间的怪现象 当老师的 很多老师不好好教孩子 等着辅导班的教 然后医生不好好给病人 治病救人 医者父母心 不是 指望着 当然有 咱们是举这些社会中坏的例子 好的例子咱们都不说 好的有 有那些尊师重道的 有那些好老师 有那些好女生 咱们得有 咱得说 但是也有更多的 更多的医生 见钱眼开 手术台上要加钱的 这种比比皆是 对不对 包括其他的 等等等等 这个社会种种的怪现象 所以这些是什么东西 这些就是异常 异象 奇异的现象 它代表了什么 如果这是这个现象 你把它看到的一个个表盘的话 这就是一个一个社会 闪着红灯的警报器 出现这些异象 出现这些奇异的现象 代表社会出了问题 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社会出了很问题 那问题在哪呢 观众朋友们 咱们心里都清楚 好了 咱们今天就聊到这 这里都吐槽到这 我有事要忙 忙什么 我得赶紧把郭德纲 以前的精彩的这些片段 我得给下载下来 我估计以后20年 我这听像是乐 我就指着翻以前的老本了 行了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祝大家新春愉快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